近期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对全国两千多家红十字冠名机构进行一个清理 咱们江苏有189家的红十字冠名机构里边 11家以后不允许再用红十字这三字的招牌了 看看 红卉系统整顿的第一个重点是冠名机构 去年各种事件发生后 红卉就已经注意到网民对红卉冠名医院的质疑 加强了对冠名医疗单位的管控 将坚决清除那些打着红十字招牌 只为捞钱捞名的企业 通过这个整个专家呀 和有关的部门经过审查以后 品牌院原来我们江苏有189个 通过自查核查和抽查以后 取消了11个 限期审改的有5个 那么现在呢达到173个 那么这个1000多个挂品牌红十字院全部上了 这个招牌的压力很大 这就是你自来找谁要保留你这个品牌 发现一例处置一例 就是严重的违反我们的卫生法规 或者违反红十字的准则的人道原则拿下 所以这个社会接触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是非常的有效的 对红十字灌名机构的清理 红会组织了一支专家队伍 协调卫生部和工商部门参与 在各省市灌名医院自查的同时进行抽查 我省取消红十字灌名的11家医疗机构名单 已经确定在中国红十字会审批后 向社会公布 省红十字会今年还将酝酿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 公开邀请学界法律等专业人士 对红会的运作过程进行监督